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我也要台小米 我以后我回多伦多 我就不用我的那台富士了 对焦跑焦跑得是个逼文 小米相机好了 怎么说还是莱卡的镜头呢 是是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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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聊一下小米 刚刚发布的13 Pro这台手机 不知道大家昨天看发布会以后 感觉怎么样 反正我这段时间 使用这台手机的整体的体验 是非常好的 不过在聊小米13 Pro之前 我想聊一下 我之前使用的小米的手机 比如说右侧的小米12s Ultra 这台手机 我也是在首发的时候 给大家出了一个体验的视频 比如说它拍照速度非常的快 没有卡顿 比如说它一英寸大底的 优秀的画质 夜景的表现非常好 再比如说 莱卡参与调校的颜色 以及画面的质感 让小米12s Ultra 摆脱了过去手机拍摄的风格 让它更像一台相机 或者是一台莱卡的相机 包括这台手机 发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大家也看过很多其他的节目 或者是自己有上手 小米12s Ultra这台手机 应该都领略到了 小米12s Ultra 对于手机摄影的革新了 但是即使是小米12s Ultra 它的影像系统这么好 我日常使用的手机 仍然还是年初发布的小米12 Pro 为什么 最主要就是有三个原因 12 Pro它的重量 是要比12s Ultra更轻的 所以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会大量的去拿这个手机 我觉得更轻一点的手机 使用起来感觉会更好 并且12 Pro它有一个独立的50毫米的人像焦段 日常出去拍人像的话 这个焦段是非常舒服的 而12s Ultra比主摄更长的焦段 就是一个5倍的焦段 等效120毫米 所以其实平时在拍人像的话 不管是等效50毫米 还是等效70毫米 都是通过主摄来剪裁 所以其实用起来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长焦的镜头 除非出去旅游 日常使用的时候很少会用到 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就是12 Pro 它有120瓦的充电 像我们出去旅游的话 120瓦的充电是非常重要的 你只要带上充电器 你在任何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十几分钟就可以把它从快煤电的情况 充到80%的电量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我就不用在手机没电的时候 一直需要多拿一个充电宝 所以12s Ultra 我日常使用的时候 都是专门作为拍摄照片 或者是拍摄视频的机器来使用的 只有在需要拍摄的时候 才会把它拿出来 我一直就在想 有没有一台机器 它可以结合小米12s Ultra的 拍摄的反应的速度 拍摄的画质 以及律卡调性的调教 但是同时它要拥有 小米12 Pro的轻便 120瓦的充电 以及更常用的人像胶弹的镜头 而小米13 Pro 正好是结合了小米12s Ultra 和小米12 Pro 优点的这样一台综合的旗舰级手机 其实我在几个月前 小米13 Pro工程样机的阶段 我就已经体验过了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惊艳 但是当时的工程样机的问题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这次的评测 也是基于我拿到的 这台量产版的机器做的 本来小米13 Pro 月初就会发布的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延期到现在才发布 其实也是给了我很长的时间 来做更多深度的测试 接下来我就来聊一下 我这段时间使用小米13 Pro的一些体验 首先外观方面 我就不多做评价了 因为我对外观方面的东西 不是特别的在乎 透镜组的设计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的 我喜欢的原因 不是因为它设计的样子 而是因为我有长时间的深入 使用过这套镜头系统 它非常好的性能 极大的影响了我对于它的好感 如果有些人觉得 这个镜头设计不太入眼的话 我希望通过这期节目 能让大家看到它的拍摄的表现 可能会让你对于这条镜头的设计 有所改观吧 屏幕方面的话 我要说一下 小米官方宣传 它是全屏的亮度 能够达到1200尼特 然后峰值亮度的话 可以达到1900尼特 我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很明显会感觉到 小米13 Pro的屏幕特别的亮 我跟Vivo的X90 Pro Plus 在外面做对比评测的时候 两台手机都打到 最亮的亮度的情况下 很明显小米13 Pro的亮度会好很多 可以让我很好的看得清这个屏幕 调整参数什么的 但是Vivo的X90 Pro Plus 这个屏幕就会有点暗 尤其是你从稍微偏侧面一点 看的时候它会更暗 所以对于小米13 Pro的屏幕 我是非常满意的 包括在播放一些HDR的内容 它1900尼特的峰值的亮度 显示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是系统反应 这个我在之前小米12s Ultra 首发影像体验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比较完整的介绍过了 相比之下 小米12 Pro 不管是拍照片 还是切换到视频模式 都会很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在外面 进到这个照片模式 它会卡一下 我再点到录像模式 你会发现它会卡很长时间 这个现在我手机 还是重启过一次了 如果12 Pro 我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我再切到这个录像模式的时候 它会卡的时间更长 所以这个是我在使用小米12 Pro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 就因为录像功能切换很慢 导致我错过了很多的画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小米13 Pro的话 你进到这个拍视频的界面里面 是非常快的 几乎没有任何的延迟 我在外面使用的时候 整个的使用体验是非常流畅的 这样一套影像系统的反应速度 其实是小米12s系列之前的手机 和相机使用体验上的最大的区别 你像我们使用相机拍摄的时候 你每次按快门 它的反应都会非常的迅速 几乎没有任何的卡顿 拍摄的流畅度是很重要的 这回小米13 Pro 也依然是延续了 这样非常优秀的系统反应速度 你像我们好朋友在外面拍照 最重要的就是拍摄的过程要开心 希望这个快乐的情绪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来 浪了 来 浪了 来 浪了 快快 他好大浪 我的 如果因为你手机拍摄的卡顿 而受到影响 这个其实是非常恼火的 但是小米13 Pro在相机的界面 拍摄的过程是非常流畅的 比如说我们想抓拍海浪打过来的画面 肯定是希望我每次按下快门 都可以非常准确的捕捉 这么稍纵即逝的一瞬间 并且放心的把对焦 曝光 色调 完全交给小米13 Pro 但是在系统拍摄流畅度方面的话 X90 Pro Plus就不行了 如果你像小米13 Pro一样 这样快速的去点按快门 你会发现它的反应速度是很慢的 但是小米13 Pro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当然了 Vivo X90 Pro Plus 它是有一个运动模式的 在运动模式下 你是可以连续按住快门 它会连拍的 但是这个连拍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会变成一个照片组 那么如果你想要选定 某一张照片的话 你必须要点到这个组里面去 选定你想要的照片 但是你选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放大这个照片 如果你想要在几张照片里面 去挑一张 你觉得很合适的照片 就会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Vivo X90 Pro Plus 使用体验方面不如小米13 Pro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小米13 Pro这样的一个使用体验 不会让你意识到你在用一台手机 而是拥有跟真正的相机一样的使用体验 就拍摄没有任何的卡顿 像我之前用1加9 Pro 连拍一个照片 它都系统会过热 这个事情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小米13 Pro的话 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 不断的在拍照片 整个荒块的氛围是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13 Pro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使用体验是给人感觉非常棒的 然后当然是小米13 Pro 这回升级了风尘方低 变成了IP68 你像我们在外面拍摄的时候 这个浪打到手机上 也完全没有任何的担心 擦一擦就可以了 相机你在这种环境下拍摄的时候 你会担心 海水打到相机上会不会有腐蚀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让你去忽略掉 现在正在使用的器材 而更专心于创作的过程 然后我们来具体讲一下这套镜头系统 主摄用的是跟小米12s Ultra一样的 一英寸的大底 所以它理论上的拍摄的效果 应该是跟12s Ultra几乎一样的 当然我实际也对比过 更详细的画质的对比 我会放到视频的最后面 反正我先放几张对比的样片 大家看一下 放到照片你可以看到 13 Pro拍摄出来的照片的质感 几乎跟12s Ultra没有什么区别 不会有过度的锐化 或者是把高光压得很厉害 或者是暗部有过度的体量 整个观感都是非常自然的 而且也是有莱卡鲜艳和莱卡经典的颜色 画面整体的饱和度控制的是非常的合适的 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小米12s Ultra的点 因为它会让小米12s Ultra 更像一台莱卡的相机 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给大家对比过真正的莱卡M10的相机 小米13 Pro在画质几乎一样的情况下 也同样继承了非常优秀的特性 我也放一些跟相机对比的照片 你会发现 小米13 Pro拍摄出来的照片的质感 也是非常接近真正的相机的 实际上这些照片我给朋友们以后 他们发朋友圈 周围人都觉得这是一台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而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台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然后小米前段时间不是发布了红米的Note12 Pro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内置胶片滤镜 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这回小米13 Pro也是在滤镜里面 毫无保留的加了这套胶片的颜色 比如说KC64 V250 H400 KP160 FC400等等 反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KC64还有KP160 这两个胶片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人像的肤色特别的柔和 拍人是非常舒服的 拍风景的话 它胶片的颜色也是很复古 另外我也很喜欢H400的黑白 你再拍摄一些有冲击力的场景会非常有感觉 比如说我拍摄他们在打拳击的场景 它可以很鲜明的把画面当中的人物突出出来 而且放大照片以后你会发现这些胶片的滤镜还会添加一些仿胶片的颗粒 这个时候小米13 Pro它不仅仅是像一台相机了 而是更像一台胶片的相机了 然后我要聊一下小米13 Pro 让我感觉非常惊艳的一颗镜头 就是这颗等效75毫米的长焦镜头 随着手机近几年不断的发展 你会发现手机拍摄的能力已经跟相机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界线到底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画面的质感以及拍摄的反应 我们刚刚给大家聊过了 小米12s Ultra从底层的一些改进 包括使用一英寸的大底 画面的质感以及你拍摄的流畅度 已经达到相机的体验水平了 再比如说手机拍摄出来的色彩 莱卡相机的颜色 包括刚刚我们讲的胶片的滤镜的颜色的加入 手机也在这方面把界线给抹出了 可换镜头相机的优势就是镜头可以扭下来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换标准焦段镜头 或者是长焦的镜头 或者是广角的镜头都可以 手机以前只有一个主摄 24毫米28毫米这样 后来加入了超广角 结果相机在广角方面的优势也没有了 而从小米11 Ultra这代开始 有着1分之1英寸CMOS的主摄级的长焦的加入 相机白天长焦的优势也没有了 包括如果你拍摄人像的时候 手机现在可以模拟大光圈的镜头 它背景虚化的效果 模拟效果越来越好 还可以控制胶外的光斑 所以在人像镜头这方面 相机的优势也不大了 而微距镜头可能是可换镜头相机 唯一还能扛得住的最后的防线 因为手机去实现微距镜头 还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这一次小米13 Pro 就彻底把这最后一个界线 给完全给抹出了 这回小米13 Pro的长焦的微距 它是一个真正的全功能的微距镜头 其实我在最开始用工程相机的时候 这个特性就把我震惊的不要不要的 不是那种利用广角镜头 对焦距离比较近 剪裁以后拍出来看起来糊糊的结果 而是真正的能够拍摄 最高5000万像素的高清照片的长焦微距 给大家直接看一下 你在这个相机的界面 你只需要点击这个3.2倍的长焦 13 Pro就可以对得非常的近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Vivo X90 Pro Plus 财卖没几天 镜头前面就出现了这样巨大的划痕 通过13 Pro这个微距的镜头 你可以拍得非常的清楚 在使用零售机这段时间呢 我就一直非常喜欢使用这个长焦的微距 去拍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比如说路边无人问津的树叶 在阳光的照射下 通过这个微距镜头 你会发现它原来有如此多的细节 再比如说草坪里面 渺小到几乎没有人能够察觉的小花 在微距的镜头下面 却能如此的生机盎然 包括平时拍摄一些大家非常常见的东西 你都可以离得非常近 小猫小狗 花花草草 小物件等等 你可能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观察过 它们原来包含如此多的细节 包括这个长焦镜头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拍摄4K60帧的视频的 我之前在朋友的咖啡店里面 只是随手这么一拍店长做咖啡的过程 这个店长看我在旁边拍 还笑笑说 一台手机能拍出来什么好效果 直到店长看到我用4K60帧拍摄的 慢放了一倍的升格成片以后 被震惊到哑口无言 他很难相信这是一台手机拍摄出来的 当天他就把这个视频发的朋友圈 很多人就说 哇你是专门请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来帮你拍这个东西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其实就是用小米13 Pro 这么一台普普通通的手机 就能拍摄出来的效果 所以小米13 Pro这个长焦微距 完全打开了我的新视野 原来身边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细节满满 提醒我们每天非常匆忙的生活 其实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事物 而且我要提一点 虽然说这颗长焦的镜头 它是F2的光圈 如果大家有微距拍摄经验的话 会知道在微距的情况下 大光圈其实景山会非常非常浅 大多都需要收光圈才可以 但是由于它的长焦的CMOS底没有相机那么大 它实际拍摄出来的景深 我觉得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你可以看到我拍的很多的照片 被拍摄的目标都可以很好的覆盖在 这颗镜头的微距的景深之内 而且它的背景又有非常漂亮的虚化效果 你可以看到虚化效果非常的柔美 完全不会有其他的那种长焦镜头 处理的非常差劲的纹理 反正这样拍摄出来的照片 让很多人难以相信这是一台手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而且长焦镜头也有OIS光圈防抖 即便你是手持拍摄的时候 在微距的情况下也不会抖得跟帕金森一样 不仅如此 长焦的微距镜头 也不会像大家印象当中相机的微距镜头一样 对焦非常的慢 反而它的对焦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甚至很多时候它会快的过头 比如说我在拍一个小猫吃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在使用自动对焦的时候 它焦点会来回来回的变化 就是因为猫头太大了 它有时候能够识别到碗里的食物 有时候会对焦到猫的毛上面 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使用手动对焦来固定焦点 而且如果你使用专业模式 你可以在录像的过程当中 手动的去调整对焦点的位置 来做一个非常柔和的焦点转移的效果 当然其实我觉得长焦微距 给我体验最好的一点 就是你使用微距功能 是不需要进入任何的模式 或者是单独做一个开关的 就像我们刚刚给大家演示的一样 你只需要调整到三倍的焦距 你只要把想要拍的东西一进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它的对焦 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这样就可以直接拍了 这会让微距的门槛非常的低 拿到手机以后 你日常拍摄很有可能会非常习惯的 把小米13 Pro怼进了去拍 比如说你有一台非常漂亮的相机 你想要拍一些机身上的细节 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你只要把手机放进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也会看到在界面上方 有一个微距按钮 微距按钮 其实跟三倍镜头 对焦的距离比较近的性能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它同样都是使用长焦微距的镜头 唯一我发现的一个区别 就是有时候你直接使用 三倍的长焦镜头的时候 它可能不太容易识别比较近的目标 如果你这个时候把微距给打开 你会发现它会更加倾向于 优先对焦到比较近的目标 这个其实是非常贴心的 比如我在外面拍柳树的叶子 正常的模式 由于柳树的叶子会晃来晃去 13 Pro它可能觉得 你反而是想要把它当做前景 但是你切到微距模式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13 Pro 会更主动的去对焦到柳树的叶子 而让你成功的拍摄到这样的照片 不过我日常拍摄 主要还是以人像为主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人像模式 首先说一下前置人像 就是这种自拍的效果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少自拍 所以我以前也没有讲过 但是我这次有专门拿给妹子们 试了一下前置的自拍效果 他们一致觉得小米的前置效果非常的好 尤其是我在看这些照片 发现它磨皮的质感 能够很好的在保留皮肤细节的同时 把瑕疵给去除掉 这个效果其实跟我后期用高低频磨皮 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差不多了 我估计13 Pro用的是小米CV系列的 前置的磨皮的算法 反正是他们都非常喜欢拿着小米13 Pro自拍 其实之所以表现这么好 主要是因为这回13 Pro也加入了 跟Vivo X系列一样的HD超清人像 切换到人像模式的情况下 在上方大家可以看到 点一下以后它会显示智能人脸超清 这个东西其实我在之前讲Vivo X70 Pro Plus的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 表现是非常的惊艳 可以极大的提升你拍摄人像 整个面部的质感 这次13 Pro加入了超清人像以后 原本小米某些焦段的劣势就被拉小了 比如说50毫米 小米13 Pro这回是没有专用的50毫米 也就是两倍的人像焦段的镜头的 它其实是跟11 Ultra 12S Ultra一样 是通过在一英寸的主视上面剪裁得到的 不过这次小米13 Pro即使在主摄剪裁的情况下 它的效果也并不差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等效光圈 实际上如果你对比过一些有真正50毫米焦段的手机 比如说Vivo的X90 Pro Plus 这台手机的50毫米的焦段 它的CMOS是比较小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是大概2.5分之1英寸 它光圈是F1.6 计算过等效光圈以后 你会发现它跟小米13 Pro的主摄剪裁的50毫米 它的等效光圈是几乎差不多的 所以理论上它们拍摄的效果也是应该差不多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回新增的HD超清人像的加持 它会更好的优化人像的效果 如果你在人像模式下想用50毫米焦段拍摄的话 它跟正常的拍摄模式不同的是下方没有一个专门选择 一倍两倍三倍这样的一个焦段选择的 你可以使用专用镜头模式 就是左下角这边点开以后 选择50毫米悬焦 这样的话它就会使用主摄剪裁 同时在这个模式下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方也是可以选择HD超清人像的 此时它会模拟一个50毫米0.95超大光圈镜头的效果 拍摄出来了照片 你可以看到在照片的下方会有50毫米0.95的水印 我拍了很多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觉得在这个模式下 小米仍然是秉承了跟主摄一样很收敛的后期 它不会像其他的手机一样 比如说Vivo的X90 Pro Plus 过度的去锐化细节 反而把模特皮肤上的一些瑕疵 突出的会更加的明显 当然如果你想要使用主摄和长焦的人像都有 我们可以把专用镜头给关闭 人像模式默认是使用的3.2倍的长焦镜头 如果你想要使用主摄人像的话 点击一下左上角一个全身模式 它就会使用主摄来拍摄人像 反正我这两个模式都给大家放一些样片 可以看一下效果 都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的画面的调教风格 背景虚化都是非常的克制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拍摄的感觉的 如果你需要比较特别的效果 也是可以跟12S Ultra一样 从左下角去选择专用镜头模式 35毫米有一个黑白模式 这个时候它是从主摄1英寸上面做了一点裁切 而后面肖像的75毫米跟12S Ultra就不一样了 它是直接使用了3.2倍的长焦镜头来拍摄 画质远远要比12S Ultra更好 因为12S Ultra没有3.2倍的长焦镜头 所以它会从主摄去做一个3.2倍的剪裁 即便是1英寸的大跌 也经不起这么多的剪裁 而且在75毫米的肖像的镜头模式下 它会模拟一个F1.25光圈的效果 这个是莱卡的一个非常经典的75毫米F1.25的镜头 这个胶外的光斑也是非常柔和 而在相同的长焦的人像情况下 Vivo X90 Pro Plus就会把这个背景虚化的特别的厉害 感觉人是专门抠出来 然后背景做了一个模糊一样 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效果 小米13 Pro这个75毫米的肖像的镜头表现非常好 90毫米的这个柔焦效果 由于13 Pro有了一个专门的3.2倍的长焦镜头 所以它可以在这个3.2倍的长焦镜头的情况下 稍微做一点剪裁 并且加上一些柔焦的效果 它的表现也要比12S Ultra 这个90毫米的柔焦更好 因为这个90毫米 它没到12S Ultra的5倍长焦镜头的效果 它其实也是从主摄一英寸的CMOS上做了个剪裁 这个拍摄出来的画质 要比70毫米的剪裁画质更差 所以这套专用的镜头模式 实际上在小米13 Pro的 这套硬件镜头的加持下 表现的会更好 不过我在使用过程当中 稍微发现了有些问题就是 你在使用专用镜头模式的时候 很多的设置是不会保存的 比如说光圈模拟的设置 它默认设置是2.8 对吧 比如我开成1.0 再开上美颜的效果 给开成25 我进专用镜头的模式 然后我使用完以后 推出 你会发现13 Pro会把我的 所有的美颜的设置 以及光圈的设置 甚至HD人像的设置 都给取消掉 即便是我在设置里面 已经选择了保留相机状态 把所有的开关都打开了 我现在手上 这么第一个正式版的固件 还是没有修复这个问题 当然我已经把这个bug 提交给小米的人了 希望他们之后 尽快的更新固件 把这个问题给修复掉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拍摄样片的时候 有一些照片 并没有开启美颜的效果 也没有去调整正确背景虚化的效果 不过问题也不大 是因为如果你想要调整 背景虚化的效果的话 你在编辑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可以在后期去调整 这个虚化的效果 同时假如说 你没有开启HD人像的话 在编辑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美颜这个tab 最右边有一个超清人像 是否说你点一下 它会走一遍 这个HD超清人像的流程 相当于你在后期 添加了这个HD人像的效果 完成以后 大家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看到HD人像的效果 后期HD人像是Vivo X90 Pro Plus 没有的功能 如果使用X90 Pro Plus 你没有开启HD人像 你后期是没有办法添加这样的效果的 基本上 小米13 Pro的一些比较关键性的 使用的体验 我都讲完了 我在节目的最开始给大家说过 由于13 Pro 它的大部分的相机的硬件 是跟12S Ultra一样 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说 这两台手机的静态的画面的对比 以及视频画面的对比 到底有多大差别 我后面就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对比 OK 那么关于小米13 Pro 这么一段时间的 我的使用的体验就是这些了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 小米13 Pro 它是一个极大成者 它既有小米12 Pro的优势 比如说它轻便 比如说120瓦的快充 比如说有更加适合日常使用的焦段 它也有12S Ultra的优势 比如说1英寸的 大底的主摄的画质 其他像超广角什么的 它主要的拍摄性能 跟12S Ultra几乎一模一样 不管是拍摄照片 还是拍摄视频 同时也有12S Ultra系列的 这个莱卡的调校风格 人像拍摄的质感磨皮 包括背景虚化的模拟 都是非常的克制 同时更进一步 也有其他厂商的 HD超清人像的加持 包括更实用的镜头组合 像23毫米的主摄 以及画质非常可用的 剪裁的50毫米人像的焦段 包括等下75毫米的一个 长焦的F2.0大光圈的人像 焦段的镜头 其实你看很多人买一台相机 他们日常挂机的镜头 通常都是24毫米到70毫米 这样的一个焦段 而小米13 Pro 正好它的主摄 24毫米 有个剪裁的50毫米的人像 再加上它的长焦75毫米 是这样的一个焦段的范围 再加上它有一个 14毫米的超广角 其实是非常适合 随身携带日常拍摄使用的 这套焦段 日常使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当然其实我觉得13 Pro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有非常棒的 长焦微距的功能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了 它可以打开你一个 全新的摄影的世界 让你去关注到 以前你可能完全忽略掉的一些 周边事物的细节 所以我认为 如果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或者是你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你想选一台 日常随身可以携带 随时能够掏出来 就可以拍摄 能够覆盖日常高频率使用的焦段 功能和性能非常全面 能够拍摄全焦段的4K60帧的视频 8K的视频 在拍摄的使用体验上 也希望它能够像相机一样 没有任何的卡顿 很流畅的拍摄 在其他方面 也没有非常明显短版的手机的话 可能小米13 Pro 是迄今为止 最值得你购买的旗舰摄影手机 反正我后面也会 继续的使用小米13 Pro一段时间 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我也会补充到后面 当然我知道大家肯定也会比较感兴趣说 小米13 Pro跟Vivo X90 Pro Plus 因为它们所使用的一些镜头的规格 比较接近 焦段也比较接近 这两台手机比起来 数优数列 我是在Vivo X90 Pro Plus的节目 专门讲的 好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